徐琼 徐琼 你怎么了 其实我发现这首歌在刚开始唱的时候 歌曲还没有响起 你的眼眶已经就开始红润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其实我想跟我老婆说 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有这样的困难 但只要 但只要我的老婆都留在我身边 我就是最快乐的人 崇冰不好意思 我是被你歌声感动 但是我觉得好像上台都应该唱一些 甜甜蜜蜜的歌 对 特别是献给爱的人 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啦 老婆我爱你啊 她上来的时候我还跟我们的亲眼讲 哇挺帅的 对 怎么你唱的是 好像要老婆不在身边的感觉 我的老婆叫董黎元 她是一名妖毒症患者 她每天需要做一周三次的偷袭 每次偷袭的时间是四个小时 尿毒症这个病除了肾移植之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 因为尿毒症这个病非常可怕 以后我们的日子会非常艰苦 我老公曾经跟我说过 说没关系你得了这个病以后 我就是小卖艺的 你就是小药范儿的 咱们俩永远在一起 也许有一天她会 就突然间的离我去 所以 嗯 我很心疼她 所以 所以让我 刚才有一点情绪挺难控制了 真的 我相信刚才你在唱歌的过程中 眼前所闪现的是 你们俩在一起 甜蜜恩爱的画面 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不舍 你也提到了你的太太 她是这个现场最幸福的女人 因为有一个男人 这么样深情地为她唱歌 那么不舍她的离开 那她来现场了吗 她来到现场 那我们来欢迎她的太太 大家好 老师好 我是董立元来自山东青岛 许重编的老婆 欢迎你们 谢谢 今天怎么穿着一身结婚的礼服 来到了现场 是这样的 就是 我和我老公 就是我和我老公在认识 十一个月的时候 是十一个月吧 十一个月的时候 然后我查出了肾衰竭 紧接着呢 在肾衰竭持续加重两个月后 我老公和我结婚了 但是到现在 请问一下 就是说 谢谢老师 你在发现你有尿毒症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然后肾衰是不可逆转的 迟早会发展成尿毒症 快的话一年 慢的话三到五年 当时很焦躁 心情也很害怕 特别害怕失去这段感情 然后我老公在这个情况下就说 咱们去领证 去结婚 领了证 你总不会再有担心了吧 坐下 坐下 坐下